可是去陸軍關下收信沒 這個我上次講過了 還是沒熱水是不是 我不是說要跟幹部反應 要跟對職官反應 因為國軍沒有熱水這種事 你只要上報紙或上新聞就完蛋了 肯定他們隊長跟大隊長都要被拔掉 而且這個時間段 冬天沒有熱水太誇張了 我跟你講你真的要跟他們反應 你的對職官 你那裡不是都有 他寄回來的家屬聯繫函 上面不是有部隊長的電話 你就打那個部隊長的電話過去跟他講 真的我不會騙你 你不是有收到一個家屬肯親會的聯繫函 春節家屬肯親會有沒有 是不是這禮拜就要去了 就是那個啊 家屬聯繫函上面不是有部隊長的電話 你就打那個電話去跟他講說 你兒子沒有洗到熱水 他就會處理了 他就會處理了 他處理完他會打電話給你 林小姐你應該收到這個 官兵春節前家屬肯親會的聯繫函 你應該有收到嗎 對不對 那裡面有部隊長的電話 你就打那個電話去問就好了 他就會給你答案了 他一定會以最快速的事件來辦理 因為冬天沒有熱水澡 這是大忌 他絕對會被拔掉 你如果再向上反應的話 他就會拔掉了 所以他一定會當作最速箭來辦理 所以我的建議啊 你就是直接打電話給部隊長 這樣最快 這樣最快 不過他是不是已經離開關校了 他是陸武訊 他陸武訊還在關校嗎 所以可以啊可以啊 三年前在部校伙司很差 不會進步太多 部校都是這樣 陸武訊沒有肯親 陸武訊沒有肯親會喔 好吧 那你就等他放年假吧 沒有肯親會我就沒辦法了 不然你就是上陸軍官校的官網 然後查一下他們學校的電話 然後打到他們總機之後 由他們總機轉到你兒子那一個聯 連隊的自動電話 或是跟他要這個連隊的自動電話 直接拨打過去找隊長 就可以了 這樣也是一個方法 好直接這樣是一個方法 好提供你做參考 好提供你做參考 沒有人家小英 人家不是新兵陸武訊 也不是志願一陸武訊 人家是軍校的陸武訊 所以不能 哇靠這個電話來的太快了吧 Franc 你是電腦是不是 我剛講完陸軍官校 你電話就來了 你這會不會太誇張了 你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吧 對啊 國軍很好啦 總比解放軍好個一百萬倍 對啊 對啊 這個速度是不是太快 我剛講完電話電話就出來了 這比電腦還快 比Siri還快 沒有沒有應該的應該的 因為我這個頻道的目的就是 杜絕不當管教 叫人家洗冷嘴 這也算是不當管教的範疇 這你隊長不處理事情 不做事嘛 所以 你叫人家洗冷嘴 這也算是一個不當管教 不然就是不合理的對待 這一樣可以申訴你 你知道嗎 隊長 大隊長你也一樣 我今天去申訴你 你們兩個肯定被拔掉 信不信 我上次就跟大家宣導了 我在擔任隊長期間 我有兩邊各有一台鍋爐 我只有一邊壞掉而已 我馬上跟我的引物試講 只要今天廠商沒有把鍋爐修好 你記過一次 這就是我的霸氣啊 你怎麼可以讓學員生洗不到熱水 這大忌好不好 這整個就大忌啊 怎麼可以讓學員生洗不到熱水 是不是 我還記得我以前 年輕也是在某個部隊的時候 引發者還騙人說 沒關係啊 洗冷水沒關係 現在雖然是冬天 洗冷水沒關係啊 你就嘴巴喊一口冷水 再洗就不會冷了 我替你再放屁 一樣很冷好不好 所以我都告訴我自己 只要是我以後當官了 我絕對讓大家都有熱水洗 我不可能讓你在洗冷水 這就是我的霸道 我的霸氣 對啊 你這個現在這個階段洗冷水 我跟你講 校長都可能被拔掉 我不會騙你 真的啊 現在不能用這種算是虐待了 你知道嗎 校長的電話都出來了 是不是 真的啦 我說林小姐 你要幫大家謀福利 你既然知道這種事情 你剛好在我們這個頻道 對不對 如果有電話 真的打過去反應一下 因為這個熱水的東西 絕對可以解決 要修那個沒多少錢 修鍋爐真的沒多少錢 可是 奇怪了 一個銀色明明有左右兩邊 各有一個鍋爐 為什麼兩邊都壞掉 這樣太誇張了 那真的太誇張 不然就打去教務處 先不要驚動校長 先打去教務處夜館處事好了 不然這個打給校長 可能事情很大條 我看你還是先打給教務處就好了 可是 熱水不夠 他們要分批去洗 這個不是 他們要有因應的解決方式 你知道嗎 要有因應的解決方式 不然就5點就去洗 5點 6點 7點 8點 9點 10點 各5T次 我就不相信會不夠 我就不相信會沒有熱水 只是他們沒有做這樣人流的管制 那個是這個隊長笨蛋 跟豬一樣 所以他不會做人流的管制 那是他這個隊長笨 那你要去提醒他這個隊長去打電話 一樣 這就是等於沒有洗到熱水的一樣 我不管你有多少千人 這都不管我的事 你們可以去做人流管制 我只知道我的兒子沒有洗到熱水 就這樣 林小姐真的 你還是可以去申訴 因為這個是學校的管理問題 那你如果說熱水不夠 那你多幾個地方洗澡嗎 對不對 你不能去校部洗嗎 校部也有熱水啊 不行嗎 不然你就各連隊要給我做好人員做管制分流嗎 這很簡單的道理啊 這樣也算是喔 也算是沒有洗到熱水喔 雖然你說你銀色有熱水 但是因為人太多所以洗不到 這也是你學校的疏失喔 這不是器具疏失 是你學校管理的問題喔 你要不就多幾棟銀色去燒熱水 你要不就是讓人員做分流 每個人一定要洗到熱水 這就是我的要求 所以林小姐 你絕對可以去申訴 我也贊從你去申訴 因為學校沒有照顧好學生 學校沒有照顧好學生 這絕對可以申訴 你只要有一個人說我沒洗到冷水 沒有洗到熱水你就完蛋了 包含你校長也一樣 對啊去其他樓層也可以啊 開放其他洞也可以啊 對不對你學校是笨蛋是不是 你這大隊長是笨蛋還是隊長是笨蛋 你以前專科班那些的銀色 現在都沒有在用耶 你不能開放嗎 你不能開放洗澡嗎 我不相信 你整連你帶過去其中一棟 以前專科班的銀色那邊去洗澡 不行嗎 就開放一棟就好了嗎 不行嗎 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你現在專科班那邊都沒人睡啊 你都睡正期班那邊而已啊 不是嗎 雖然專科班離正期班有一段路啊 但是還是可以帶過去啊 至少有熱水可以洗啊 不然走過去走回來身體也熱了吧 是不是 開玩笑的啊 專科班那邊一堆一堆銀色 那邊的鍋爐都是好的 也可以帶過去那邊洗 不一定要集中在正期學生班這邊 專科班那邊 你兒子說這路關有熱水啊 可能你兒子是四年級吧 然後呢這個 一年級入五生可能沒得洗吧 還是一年級入五生是在專科班那個銀色那邊 做訓練住宿 對啊 因為專科班那邊是比較靠側邊了啦 他們有可能在專科班那邊住宿啦 專科班那邊銀色 對啊 陸關正期學生班那邊應該是新的銀色 用電熱水器有可能 但是 如果是專 他們入五訓是用專科班那邊的銀色 比較靠近布校的那個銀色 有可能是比較爛的 專科班那個銀色是比較舊的 有可能 熱水被 被學長洗光了是不是 不過我覺得這個還是可以反應啦 解決的方式有很多嘛 包含分流 包含去打開沒有人用的銀色的鍋爐 這也都是可以啊 包含去布校戒也是可以啊 對不對 這都可以嘛 不然就是去校部 我以前阿兵哥沒有 我以前那個連隊那個鍋爐一次大概也只能洗五十個人而已 有時候一大批人去洗對不對 只要阿兵哥跑來跟我講說 他沒洗到熱水可不可以用我房間的衛浴洗 我一樣讓他進去啊 我房間也是燉熱水器一次可以洗大概三人啊 阿他們進去就讓他們洗啊又怎樣 我是一個長官耶 我一樣讓他們洗啊 又沒什麼 因為我說過啊 我不會讓我的阿兵哥沒有熱水可以洗澡啊 這就是我的霸氣啊 你為什麼你這個隊長霸氣不足 是不是 有蓮蓬頭洗 一定有蓮蓬頭啊 國軍所有單位都有蓮蓬頭可以洗啊 哪一個單位沒有 國軍所有單位都一定有蓮蓬頭啊 沒有人在用水管直接洗的啦 也沒有人用水龍頭直接洗的啦 現在國軍所有單位都有蓮蓬頭 連陸軍官校都有啊 對啊 只是說他是固定式的還是可拉式的不一樣而已 絕對都有蓮蓬頭 現在絕對都有蓮蓬頭 這個沒有問題 一定都有蓮蓬頭 那是以前呢 現在 我是說現在絕對都有蓮蓬頭啊 不決定 想到 你 什麼 你 你 想到 你 感谢观看